我會做一個很簡單的 雞蛋,有少許蒜蓉 有雞肉 洋蔥 小朋友一定夠營養,紅蘿蔔 洋蔥,薯仔,這些東西放進去 那究竟你想用爛飯 還是用麵包呢 有時候小朋友說不吃這些 他們會覺得煮飯很麻煩 禮拜日,要和小朋友切開 少許的洋蔥 很棒 像這些一樣 少許洋蔥 切薯仔 打破,不打也行 因為炮,炮絲更好吃 是 我沒那麼空 這裡只是一個雞胸 是 一粒小蒜頭 是 少許黑胡椒 放少許進去 雞蛋 但是我是攪拌飯 或者是攪拌麵包 這樣就脫掉了 OK 一些用來攪拌飯 一些用來攪拌麵包 最糟糕 最糟糕是你 放進去就不用攪拌太多 又說要一半一半 這樣就糟糕了 那你的粉絲也想看兩樣不同的食物 對 是 是你們兩個想吃不同的食物 這些就是一斤麵粉 一斤粟粉 放一半在這裏 一半在這裏 放些麵包 我吃麵包的皮不丟 麵包皮才有 這個就下麵粉 這個真的可以下麵皮 這個也是濕的 那我就放飯 你說西瓜不吃飯 你這樣就吃的 放些芝士 哇 我們現在這裏 有飯 有紅蘿蔔 有洋蔥 有雞胸 有滴那麼多蒜頭 有麵粉 粟粉 有芝士 我們先開了個 什麼呢 我們先開了個氣袖 先把蝦擦成一塊塊 我們先把它搓成一塊塊 我們把它弄成一塊壽司 這樣 把小食的吃 大量起炸鍋裡要先噴油 不是它黏底 這些年輕人都會吃 就算有些人帶東西回學吃 帶東西回學吃這些不好 你看這裡 整碗滿了 我們現在噴油上去 用200度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飯 如果有些人喜歡小朋友吃飯 就這樣 好,多漂亮 你看 現在反轉它 再多焗三分鐘 攪定 給我一個碗 這樣 好 你把它放好 把它放好 然後這樣 飯好像有飯焦一樣 很好吃 很脆 這樣 這個是飯 15分鐘 500度 夠 硬 好像這樣 這裡就9分鐘 看到嗎 看到 9分鐘 我們就轉轉它 我們反轉它 滾回去 那幾分鐘 就煮完了